know how 模式 老鴨說 這裡是日本 現在正在日本JR東海道本線的電車裡 電車正開往東京車站 接著是横浜 接著是横浜JT5 東京車站很大 每條線路程車的站台也不一樣 開往迪士尼的經驗線是在地下 而且駐立都頂門 東京車站很大 所以為了儘早乘車需要加快步伐 東京車站位於日本東京都 前代停區環之內一丁內 是東日本旅客鐵道 JR東日本 東海五顆鐵道 JR東海 東京地下鐵的鐵路車站 連接到32個都道府線 開業於1914年 不但是日本多條鐵路幹線的端緬站 也是東京主要公共交通樞紐之一 不但是日本多條鐵道路線的起點站 而且是東京主要的大型車站之一 站區總面積為東京巨蛋的3.6倍 每日從東京站出發 到達的列車班4月4千班 居於全日本首位 東京站被譽為東京的表現官 位於東京都千代停區環之內商業圈的中心 具有首都中央車站的地位 分上下兩層站台的複合型車站 但是日本全國新幹線路網 九州新幹線主外 最重要的列車始發站 同時也是東海道本線 中央本線 東北本線等日本 主要在來線的起點站 可不換成直達32度道府線 按原線 僅可靠臨時列車到達 在東京大多數握庫列車停止前 可直達38度道府線 以預發出約3千班車次 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鐵路短站之一 身為最早使用的丸之內側站房 是由明治時代建築家 陳野金融設計的 港西式專造建築 1914年完工啟用 由丸之內 八重中 日本橋等三處出入口 很難懂 好 市開房 北馬提 能線車 從電源站台 好 行 發車 各領科 其在 東京車站真的很大 有定業站台和地下站台 京葉縣隸屬於鐵道建設 面營設施整備支援機構 是一條連接了東京都千代田區的東京站 以千社縣千葉市中央區的蘇我站的鐵路線 還包括是川沿陸站到西船橋站和西船橋站 南船橋站的支線 線路記號為G 在京葉縣計劃之前 京城電鐵也有過類似的計劃 當時京城電鐵的計劃區間 是東梁町到武町 到船橋港 到道茅海岸 到清涅港到清涅寺的線路 隨後 京城電鐵對該路線進行 沙洲填埋作業 而當時京城電鐵吸引的迪士尼樂園 也是該路線計劃的一部分 1986年 京葉縣部分路線啟用 1990年起 正式全線通車 京葉縣是由東京通往東京迪士尼度假區 及牧章展覽館的主要鐵路 東京迪士尼 這個京葉縣 京葉縣啊 這裡是由 迪士尼度 還要往下走 京葉縣就在下面了 謝謝觀看會玩待續 歡迎點讚評論加關注